上回講到 那個大清皇帝乾隆 一心不想開眼界 進去賭館逛下 都未入到裏面 就聽見人聲吵雜 走進去只見幾張大桌櫃滿人 乾隆就逼到裏面 見到炸炭那個人大聲在喊 來了來了買定 舉手不回買定買定 乾隆又拿了十兩銀出來想試一下 怎麼賭呢 乾隆未試過這樣賭銀 故知他拿著十兩銀 都不知道怎麼賭 炸炭那個人大聲說 喂喂喂客官 你買哪裏啊 我啊 喂喂喂 你說呢 你說買哪裏好啊 乾隆這樣一吻 就引到滿堂大笑 哈哈 你何時見過有人這樣來賭錢 你問回頭 人家買哪裏啊 贏了你代銀落袋 輸了你賴人都行 哈哈 這個紅材大略的大清皇帝 在小小的賭檔面前 居然手足無燥被人笑到臉都紅了 旁邊有個年輕人見到這樣就開聲了 賭錢要不要問人 打青龍白虎入門出門篤 哪裏都可以了 乾隆一聽青龍啊 好 我就押青龍 那舊時的皇帝呢 當自己是龍來的嘛 穿龍袍帶龍觀 睡龍床坐龍椅 配戴龍巡寶劫 什麼都是龍的 故事呢 一聽都說青龍 皇帝就將十兩銀押到青龍那裏 哈 一開 過然青龍中了 一賠三 十兩銀就變成四十兩 炸炭那個人呢 就數足銀兩 就對給乾隆 客官 哈 你真是紅運當頭啊 來啦來啦 拿走啦 這乾隆動都不動 再買青龍 哈 這鋪又被他中了 連本帶來一百六十兩銀 周圍那些賭客呢 個個停了手去看 哎呀 厲害啊厲害啊 連中兩鋪啊 當然啦 一百六十兩銀不得了嘛 剛才那個人賣老婆先 賣二十兩 誰知那個乾隆呢 仍是不肯收手 再押青龍 這回就連渣灘那個人都怕賣 啊 這個什麼人來的 怎麼這麼賭法都有呢 什麼都不買 只是買青龍 已經被他撞彩撞了兩鋪了嘛 還想來啊 難道他真的有百萬家材來輸呢 皇帝賭錢呢 使民輸贏的嘛 跟著開第三鋪了嘛 俗語都有說啊 盲拳打死老師傅嘛 這鋪又是青龍 哈哈 連本帶來就贏了六百四十兩 ocup刀 炸炭那人就無法... 発贏了 很想向喇ичего 咁齒 有這麼多人眼�… rober 看著的嘛 只好咬牙齊齊 數上六百四十兩銀給乾隆 心就鼓鼓声 哎呀,大哥,你好了吧 你别赌了,你再赌了 我连老板都收了给你 快去拿钱走 哎呀,保你大了 好在乾隆赢了三盘 他也懒得再赌了 他把银两一摊摊在桌上 凌转身就对那帮赌客说 喂,各位 我都不是烂赌之人 偶然来玩玩而已 我看啊,赌博有百害而无一理 刚才遇到那个人 要卖老婆来赌 在座各位 我看你们也输过不少 好了,这四百六十两人送给各位 大家分了就算了 就当大家赢了一局 不过有一条 谁领了银两 以后就再不要来赌了 想发财自己做门正当生意 好了,说完之后 将银两分给那帮赌客 那赌钱的人也有银分 个个来领一份 钱多得万多借 个个宽天喜地地走了 哎,乾隆见到众人走了 他也起身走人 谁知几个伙计一切截着 喂,客官 别走 坐下喝杯茶先 乾隆我心想 我赢了钱 你们还这么客气 当然是刚才我分银两 给那帮赌客 劝人不要再来赌钱 故事他们想对付我 好,我也不怕你 看你怎么行 乾隆就炸不知 说了一句 喂,喂,你这么客气 对啊,我也口可想喝杯茶 乾隆果然没想错 炸贪那个人 输了几百两 已经不服气了 见到乾隆分银两 叫人以后不要再来赌博 就想报给叶公子听 想违难乾隆出口气 伙计就扔入后院 报给叶公子听 公子爷 赌场里面来了个大客 赢了四百六十两 他把银两分给赌客 叫大家以后不要来赌博 分明是有意赌卵 现在小人留着他在那 听后公子爷处置 旁边的打手一听 有人来捣乱 个个磨拳策掌 要出去捉人 那个叶公子就喝着 慢着 有他算了 几百两银而已 你打他一餐都拿不回来 又不知道他有什么来头 这回就放过他算了 以后如果他再来 马上来报给我 哈哈 这个恶笑转性 如果平时他早就下令族人 家人他还记住个尖卦先生说的 要他七日之内 处处留神 吹吉避空 欠叶公子发慈悲 乾隆就过了一关 省却一场打斗 乾隆就刚刚喝完杯香茶 伯吉就翻出来放他走 那乾隆就不知那么多东西的 大摇大摆就离开赌场到处那么逛 走着一阵 听见有人喊 看戏就快走 看戏快走 一贯钱 好戏就快开了 看戏快走 迟些就没位 乾隆的恶高头一看 看见街口对面 有一间戏院 门口就逼满浪人 乾隆就走过去问 喂 今日有什么好戏看 这么热闹的 今天好戏啊 那花旦好戏啊 是吗 今天做什么戏文啊 斗饿冤啊 乾隆就去到戏院门口 见到个个手拿着竹签 入门就将竹签 调入门口的大统道 那旧时呢 用支竹签就代替 现在的戏票的嘛 知皇帝看戏 哪里需要买票的啊 乾隆就怎么知道 这么多规矩的啊 直行直过就进去 看戏门就看着 客官 你这支竹签呢 什么竹签呢 我没有的 讲完就不理不睬 这支竹签就招行 看门那几个人 见到乾隆 打扮得这么斯文 又神态这么傲慢 以为他肯定是有后台 来看霸王戏的呢 哈 反而害怕了他 不敢再问 那乾隆 进到里面 见到我们有个大戏台 戏台两边 就贴着股堆带 那个乾隆 王呢 就很喜欢写诗作对 的嘛 见到有堆带 他就很仔细在那里看 只见上联写一月 神是人 鬼是人 人也是人 一二人 千变万化 下联就是 居行步 马行步 步亦行步 三五步 四海五湖 哈哈 写得认真贴切 乾隆就想找个位置坐 见到墙内都已经坐满了人 后边还站了人 哦 连站位都卖了 乾隆就逼他前面 只见器台正面有三排位 用栏杆拦住的 哦 那些座位下 空了在那里 而且每张椅 前面还放着茶几 茶几上面 摆着鲜花 水果 瓜子 还有茶壶 茶杯 不用问了 当然留给那些达官贵人坐的了 那皇帝来看器 当然是坐最好的位的了 那个乾隆就想都不想 一直走过前排 找个最中间的位置坐下 戏院那晚 带位和茶票的伙计 看到乾隆这么在行 都不用人带就自己坐下 以为他一定是院主的贵客 怕死得罪他了 又沖茶又送点心礼 照顾十分周到 那乾隆呢 看看下戏呢 也不记得了 自己现在是微服出唇 不许不是大清皇帝乾隆看器啊 是高天赤来的 没人认识的嘛 乾隆正是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呢 静人花旦上场了 这个花旦 人生得十分领 身段又好 而且智正腔原 酝味醇厚 软转由洋思思入口 真是声色艺俱全 光彩夺目 台下就不断喝彩 乾隆亦禁不住 随声声赚 好 好啊好 真是天涯何处无荒草 一个这样的小小戏班 居然有这么出色的花旦 比宫中唱戏的 更加純朴冻情 乾隆正在赞叹不已 见到台上 旁边有个人上场 咦 又无穿戏服 又无上妆打扮 那个样子既不似小生 亦不像大花面 行一路上来 一无功加二无身段 扯啊扯啊扯啊 尸子油炸鞋 那样的 他一扑就扑在花旦那里 就抱着花旦 那时候台上台下乱了 台上的音乐锣鼓就停了 拉移鼓的吹喇叭的打茶叉的 那些人都通通走了 台下观众就鸡飞狗走 乾隆的恶然 呃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有人敢上台倒乱 台下这么多人 没有个人出声 乾隆就问旁边的人 喂 上台这个是什么人来的 恶得禁教官的 喂喂喂 客官 你当然是外地来的 这个是边关总督公子叶飞鸿啊 你别胡说话啦 快点走啦 快点走啦 哎呀 这个五行丸丸主叶飞鸿 那他不是说七日之内 修心养性被个恶魂的 为什么忽然间又上台作恶呢 原来今天做戏这一班呢 就叫做白花班 这个戏班 轮班底呢 就算一般的而已 知这个过山班 有个花旦 叫做碧玉年 今年刚刚十八岁 年轻貌美 声音伸段 各样都不错的 气班呢 就靠他做招牌 在这一带呢 还挺卖座的嘛 那前几日 白花班就来到五行丸 做戏 那个公子叶飞鸿呢 就亲自来探班 他呀 他呀 早就看中这个花旦呀 一心想娶他回来做妾子 这个碧玉年 明知道叶飞鸿为人 就退三退四 硬不肯见他 这两天呢 这两天呢 叶飞鸿躲在家里 又无事做了 百无聊赖 就更加深思思 要找碧玉年 来陪他 所以就三番四次 派人去戏班 要碧玉年 来养心殿 谁知道碧玉年 一味硬颈 死了 叶飞鸿就发火了 我是总督公子 五行丸 丸主 谁不给面子我 一个这样的气班 臭女人 这么大架子 三番四次 请都不来 敬手不喝 喝罚 走是吗 好 让我当众玩 看你什么声音出 叶飞鸿一生 就不记得了 什么七日之内 要收心养胜 吹吉避空的事 带着手下那六个保镖 就来到戏院 这个恶少 这回就亲自上台 演丑剧 谁知在座那位乾隆 一切都看在眼里 忍无可忍 拔出那把龙巡宝剑 飞鸿一跳 跳上戏台 大喝一声 你这个无耻之徒 快快放手 叶飞鸿一向恶惯 哎呀 在碎龙镇 我地头 本公子 扔一扔脚 就地动山摇 居然有人 这么斗胆 上台来干涉我 他一眼望乾隆 看见他整个生意佬打扮 思思文文 叶飞鸿就看他不在眼就问了他 哈 你什么人啊 想死呀 啊 这么大胆来管老子的事 咦 那对付这几个流亡呢 他有一点都不怕 就是有点担心 那个花旦 乾隆就说了句 喂 做戏的人啊 你快点走下台 走到一边 那个花旦 碧玉镇 见到有人这么好心 来救自己 就十分感激 之后担心乾隆 寡不敌种 碧玉镇就说了句 客官啊 你要小心啊 那个叶飞鸿 见到这样就滲头火起了 哦 怪不得我叫你 你不来了 哦 原来你和这个老家伙 勾勾搭搭 叶飞鸿就拿起劍 要追碧玉镇 碧玉镇一怕就叫救命 叶飞鸿就生气 一不做二不休 一剑就运背直督进去 哎 可怜如花似玉的碧玉镇 当当血浅舞台 魂飞渺渺一鸣贵世 乾隆这回就火遮眼啊 冒起龙巡宝剑就撲上来 一剑就劈落叶飞鸿 那六个保镖 硬硬硬想冲上前 说时时那时快 乾隆那把宝剑 已经兜头斩到 叶飞鸿举剑相迎 那乾隆那把 天下文明的龙巡宝剑 削铁如泥 这把宝剑来的嘛 叶飞鸿举一声 叶飞鸿那把刀就劈了两绝 乾隆离手一剑 那叶飞鸿连忙用手来抵挡 当堂斩了几只手指去 鲜血淋裂鬼杀 吵一声叫救命 六个保镖见到公子受伤 又见到乾隆武艺非法 六个人就扶着公子 一走都走不及 乾隆将宝剑在鞋底抹一抹 抹干净血迹 插回入剑土 那时候台上远空逛逛 台下人影没过 碧玉年的尸首已经搬了出去 乾隆就迟进后台 那些戏院后台地方十分浅窄的 白花班的人都熟了在这里 碧玉年的尸体就放在两个戏箱上面 用一件戏服盖住 一帮尼园姊妹就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乾隆看见也有点心酸 就问 喂喂 你们班主呢 乾隆这样问 那帮艺人才醒起 是的 班主去了哪里 乾隆又说 会不会扔开你们走出去 不会的 我们班主不是这样的人 班主都是做戏的 和我们大家同生死共患难 这样啊 那为什么不见你们班主呢 是的 我们班主去了哪里 原来这个白花班的班主 叫做潘福海 本来呢 本来呢 是世家子弟来的 家里有钱的 是呀 知他自小就喜欢让人家唱气 那做戏的人呢 既是被人认为 既是被人认为幽灵枪忌下九等的 他父亲 他父亲就不准了 他父亲就不准了 潘福海就偏偏 在庙台 祠堂 前年呢 他家的气班就散了 大家呢 就推举他做班主 即是现在的白花班 那到处卖艺为生 做戏生涯就确实难熬 对吧 所谓前半夜做官做府 下半夜就和赶垫屁股 睡都没地方睡 睡在和赶堆里的嘛 做戏的人 上台的人呢 做帝王将商财子佳人 下台之后呢 食无事分无口 一年到头到处流离浪荡 正是年年难昌年年昌 处处无家处处家 确实负不堪言 那潘福海呢 亦父母之命 负众人之托 投身离远流落他乡 为了和那帮弟兄 谋条出路 组成这个白花班 还勉强维持得两餐饭 今日 被叶飞鸿一来都敢捣乱 连花弹都杀买 自己呢 眼睁睁望着花弹 被人调气被人散 嘴声都不敢出 哎呀 做人做成金箭 做什么意思呀 哎呀 不如一死了之 没眼看算了 潘福海 潘福海趁着后台联租租租 一个人就走到后面 入到放柴草间柴房那里 散了门 脱下身上腰带绑 梁上担张椅 站上去一枯条颈 然后双脚一撑 整个就掉在空中 这回真是一了百了再 不用受气受罪了 再讲后台那边 大家在这儿议论纷纷 客班主去了哪里呢 谈阳监那老师傅忽然跟隐 啊 刚才我见他一颗眼泪 吾声吾气走出去了 不知道会不会自尋短见过 一句说话提醒大家 几个艺人就带着乾隆 撲出去找 见到柴房门关着 喊又没人应 几个人又踢开门冲进去 那吊在梁上的班主 到底生命如何呢 轍待下回分解了